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大家好,我是月哥 北海道的冬天,寒风树沙,川夫吃骨 游当倾盆大雨袭来,更是凛冽骇人 虽然有坚固的房屋遮风避雨 但明子总觉得少了一根顶梁珠定心 多年前明子不顾家人反对 毅然跟随爱人来到北海道经营牧场 但不幸的是,两年前,丈夫因病,杀手人寰 明子一个弱女子,既要经营牧场 还要抚养儿子五字,各种艰辛,一言难尽 就在此时有人敲门求助 明子开门是一个高大强奸的男人 对方声称他在此迷路又逢暴雨 希望能在明子家的屋檐下凑合一夜 明子有些犹疑,但还是把男人带到了杂物间 又送上了毛毯与热饭 毕竟这么恶劣的天气 在室外待上一夜,恐有性命之危 失散之心可以长存,但防人之心也需长有 睡前,明子交代五字,把菜刀收好 深夜,五字被牛捧的动静吵醒 母亲不在身边,她急忙抄起玩具刀向牛捧探去 原来是家里的母牛提前生产 男人正在帮妈妈跟母牛接生 多亏了男人的帮忙,一夜过去 小牛肚顺利出身 男人只在清晨喝了一碗热汤,便告辞里去 世纪流转,北海道的夏天来了 放眼望去,山花摇曳,盎绿无边 奶牛成群皆对,牧草随风起舞 牧民们一扫冬天的阴霾,在草场热火草天的劳作 这天,明子正在干活时,一个男人忽然出现在他身后 明子被吓了一跳,喜喜一看 原来是去年冬天借树一晚的那个人 明子以为男人只是顺路经过,便拿出新鲜的蔬果招待他 可男人却问明子能否在他这里打分短工 明子一时无措,他现在的确缺人手 不过按规定,牧民需要通过农邪雇人 况且他也付不起那样的工资 但男人却说,钱随便给管饭就行 犹豫在山之后,明子还是留下了男人 除了知道他叫田岛耕作,其他的一无所知 不过,让明子欣喜的是 田岛虽然寡言少语,但却利落能干 牧场的活他样样做得来 纵活脏活一手揽下,不曾让明子费力 只是邻居也提醒明子 他一个女人家,面对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还是要注意提防 明子便交代武智,替妈妈盯好那个叔叔 明子的警觉性还是很高的 因为大多数时候他要顾忌着男女又别 连送饭传话他都让武智代劳 可武智的立场就没那么坚定了 田岛一夸他,他就高兴得不行 再带他骑马溜上两圈 无知更是连北都找不着了 而最让明子忧心的其实是 一个叫盲田的男人 他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海鲜店 前几年妻子因病去世 他看上了明子几次托人来做媒 都被明子婉拒了 有时候因为动手动脚 还会挨伤几棍子 可盲田人不死心 只要有新的海鲜到货 就会借口来给明子送些尝尝 可这一次 盲田撞见明子正在五岁 竟然色从上脑又动起手脚来 明子大声呼救 田道闻声赶来 盲田一见田道 高大强奸的体魄 吓得够呛 接着又被田道泼了一桶冷水 彻底清醒过来 只能丢下一句 你给我等着 便落荒而逃 几天后 盲田趁明子不在家 带着两个兄弟 找上了田道的麻烦 田道被盲田几人推翻在地 但却并未还手 因为他看到五字在一旁 为了保护孩子 田道和盲田相约 去草场决斗 外强中干的盲田兄弟 被田道三下五除二撂倒 盲田跪地求饶 然后落荒而逃 而田道这场武士般的决斗 被五字尽收眼底 心中的以一敌三的田道 不禁有声崇拜之情 事后 五字将此事告知了母亲 明子没有当面感谢 只是默默地给田道 加餐又添就 就在田道准备享用时 盲田再次造访 不过这次不是来找麻烦 而是来拔酒言欢 其实盲田也是个 知敬推的性情中人 他不光带来了好酒 还有陪酒女郎 希望皆次向田道 陪礼道歉 化敌为诱 盛情难却 田道也不再推迟 两人争可畏死 不打不相识 功仇交错之间 两人悲酒 敏恩仇 当然 这番魔幻的操作 明子看得是一头污水 也许真是因为琢磨这事 这天干活时 忽而走神 扭伤了腰 田道与邻居急忙将明子 送往了医院 邻居不禁感慨 大概也只有生病 明子才能有机会休息 五字的大伯 已来医院看望明子 其实他更惦记 明子的小牧场 倒不是他算计 孤儿寡母 因为他也在经营牧场 而且规模更大 如果明子把牧场卖给他 他就能给更公道的价钱 明子也省得这番 日晒雨林的苦累 岂不两全其媚 可明子却从来都没有卖掉牧场的意识 也不全是因为放不下丈夫生前留下的事业 而是如果卖掉农场去城里生活 他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坐吃山空 所以倒不如劳累一些 经营牧场更踏实 说到底明子还是缺乏安全感 五字的大伯剑明子如此坚持也不再强求 住院的日子里明子仍然放心不下牧场 不时的打电话回去问问情况 不过天道把牧场招了得井井又条 农忙时 芒天山兄弟也会赶来帮忙 此时的天道与五字相处得极好 已如忘年之交 晚上五字一个人害怕 挂着眼泪跑到杂物间与天道同睡 看着少不惊世的五字天道不禁想起了儿时的自己 没有爸爸够苦的 五字默不作声又抹了一把眼泪 叔叔爸爸死的时候 叔叔也像你这么大年纪 五字有些好奇是病死的吗 天道说是因为生意失败 无力常在上吊自杀 那一年我和哥哥推着板车 把死去的父亲拉回家 村里的人都跑出来看 我心里难受真想哭出来 但哥哥却晓成说别哭别让人笑话 我使劲地忍着 硬是把眼泪全咽进了肚子里 听完天道的话 五字认真的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明子康复出院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 见到牧场一切如常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看到五字与田岛相处的融洽无间 不禁思绪纷纭 北海道的原野已至晚下 海风正正 绿意繁盛 这天一辆汽车穿过草原来到了明子家 来人名叫盛南 是明子的表弟 他正邪新婚妻子在全国蜜月旅行 顺路来拜访远在北海道的表姐 烟影之中 善谈的盛南说起了表姐的过去 学生时代的明子 是十院八校有名的美女 经常会有男孩来问盛南 某某女中的明子是你表姐吗 盛南当时就想 漂亮的表姐将来一定会有个好归宿 没成想 表姐却嫁给了一个 要去北海道开荒的男人 记得当时 表姐执意要嫁给那个男人 以至于离家的时候 除了盛南 没有一个亲人来送行 那时的表姐真是可怜 盛南突然沉默下来 伤心往事 点到为止 明子送小两口上楼休息 此时天道也已用过晚餐 来给明子送喜餐具 听着楼上依然 嬉闹不止的小两口 二人浅浅一笑 互道晚安 隔天 盛南即将驱车离去 他向表姐祝福道 希望表姐能幸福 明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好像我现在不幸福似的 盛南也是一笑 与表姐惜别后 扬长而去 晚下转身 初秋徐来 河水微凉 鱼虾肥美 北海道的绿裙 染上了明黄的裙边 这一抹温暖的色调 象征着浓闲时节的到来 无需在储备牧草 田岛这才得了空 武之边整日缠着他 要学骑马 看着车马扬鞭的田岛 名字不尽 心荡神谣 或许也是受了些 表弟夫妻的影响 让他重新对爱情生活 充满了向往 只是他对田岛的过去 依然是一无所知 这天一个男人 突然来看望田岛 二人偷偷见了面 男人给他送了一些钱 还有田岛最爱喝的咖啡 他是田岛的哥哥 原本是个老师 但现在已被学校停止 这都是因为田岛的原因 哥哥没有责怪弟弟 只是劝解道 总不能躲一辈子吧 找机会还是要去 投案自首他 兄弟俩匆匆一见 又匆匆别离 晚上 名字亲自来给田岛 送了些点心 他已不像当初那般 刻意疏离 名字见了田岛 在煮咖啡 还留下来喝了一杯 他曾经和田岛一样 也是喜爱咖啡之人 只是来了这偏远之地 早已没了当初的雅兴 二人谈了些 如风的往事 田岛不禁问道 坐牧场这么累 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名字微微一笑 说心里话 想过 这里太苦了 一到冬天 风就像刀子一样 刮个没完 我呢 人长得又瘦小 到牛棚去 都让风吹倒过好几次 每次都做了决定 再也不养牛了 可等到来年开春 看到绿油油的草场 我又会被万物复苏的生命力所感染 重新拾起 十分的干劲 明子与田岛聊了很久 最后他在借五字之后 问出了最想问的话 听到这个回答 明子心里暗自高兴 只是表面上依旧保持着克制的神情 二人的对话 看似问非所想 答非所问 可却是你知我知 心意相通 农贤时 田岛报名了农邪举办的赛马项目 明子与五字 还有盲田三兄弟 都在现场为他加油助威 凭借着精湛的马术 田岛成功 栽得头盔 就在田岛和母子俩一同庆祝时 出尽风头的田岛 却被几个警察盯伤了 警察觉得田岛和一个通缉犯 相貌身材极为相似 只是还不能确定 所以才没有直接抓捕田岛 下午田岛在镇上发觉 自己被跟踪了 看来此地不能久留 可明子却在这个时候 向田岛表白了心意 田岛遥望着田边 心里五味杂陈 但为了不辜负明子的情谊 他还是戳破了那 不断膨胀的幸福泡沫 太太我不打算在这干了 明天就走 明子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怅然若失地看着田岛 沉思片刻又焦急地问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田岛坦白实情 真正的原因是 他杀了人 两年前田岛的妻子借了高利贷 可力滚力越欠越多 已无法还清 妻子在绝望中上吊自杀 债主上门逼债 说自杀是故意赖赵 田岛气不过 一怒之下就把放高利贷的给杀了 这两年来他一直不敢露头 可来到这里生活了短短几个月 他竟然把自己逃犯的身份给忘了 如今身份暴露 他不得不离开 明子问 怎么跟武智说呢 田岛无奈地回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深夜又是瓢泼大雨 田岛敲门 明子不禁猜想 或许他改变了主意 也或许他是要给自己一夜的温存 可田岛却只是说 有只牛病了 明子急忙打电话 折腾了半夜 才请来了醉酒的兽医 但兽医迷迷糊糊地 迟迟未能展开救治 母子俩十分担心 折腾母牛是财能量最高大 如果死了 损失难以承受 而且一想到 田岛天一亮就要离开 明子顿觉浑身 空乏难知 无力地倒在了田岛的怀里 一夜过去 清晨的微路 遭失着昨夜的周语 母牛就火辣 明子也恢复了 往日的坚韧 田岛收拾好行李 抚摸着相伴多日的老马 此时一辆警车迎面而来 田岛一见 索性也不再逃 跟母子俩一一戏别后 顺从地上了警车 知晓情犹的明子 始终强忍着眼泪 不明就里的五字 嚎啕大哭 追着警车跑 法庭上田岛因犯 过失杀人罪 背叛有期徒刑四年 转眼秋静又到东 第一场雪 树树飘下 此时的田岛正乘坐火车 被押往监狱服刑 火车在中途停下时 田岛发现了两张 熟悉的面孔 因为不能跟田岛说话 明子既交集又无奈 这时盲田也上了车 啰嗦以后 开始大声问名子 奥さん どうもどうも しばらくでした あんた 牛飼は辞めて 中柴別の町で働いてるんだってね はい ちょっと聞いたんだけど 息子と二人で 何年も先に帰ってくる旦那 待ってるって話 あれは本当かね 偉いね 聞いてくれるんだってね あぶたさんがいろいろと ああ あのバカが あれが親切に面孔見てくれるわけだ はい 聞いてくれるんだってね おらいいね 本当にいいね いいね 田岛望向窗外的远山 他知道 那片远山在呼唤着他 早日回去 因为山的那边 有人在等着他 等他回去 过上一种朴素 而踏实的生活 日出而暮 日落而息 剩下此马 寒冬拥抱 遠山的呼唤 是山天阳次次到 1980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获得第四届 日本电影学院奖 八项奖项及提名 高昌健和备赏千惠子 更是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了日本电影学院奖的 影帝和影后 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 导演之一 山天阳次喜欢拍摄 家常里短 喜欢展现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 但就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故事 却赚足了不少 中国观众的眼泪 有网友说 山天阳次的电影 就像妈妈做的 出茶淡饭 不见得有多么惊艳 但却怎么吃都吃不腻 80年代 正是日本经济 飞速发展时期 在物质生活 极为丰富的同时 民众的精神 却承受着 巨大的社会压力 人们开始向往 简单纯粹的田园生活 向往无忧无虑的 乡村原野 影片不仅展现了 男女主角 淳朴的情感 还带领观众 回味了质朴的 农耕生活 电影中 名字和甜岛的感情 完美地诠释了 东方情侣间交往的 含蓄和内恋 爱你 却不说爱你 但每一个眼神 都是你 正所谓情声不语 无语凝掩 再看这部电影 发现也不过是 过了几十年 大家对爱情的 看法已是 翻天覆地 错把烂情 当多情 错把多情 当爱情 我等你 或许是爱情里 最美的承诺了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脑子里 一直回荡着一句话 一句我很久之前 看到过的一句话 爱之于我 不是一书一饭 肌肤至亲 而是一种 不死的欲望 是疲惫生活里的 英雄梦想 好了 今天的解说 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